台语歌手夫妻当陈随意 谢怡君结婚25年 育有一对乖巧的儿女 其中23岁大女儿陈兴瑜也已大学毕业 外形亮丽甜美 更遗传了父母的音乐天分 私下热爱唱歌 曾获得两届校园歌唱比赛冠军 不过陈兴瑜其实早有稳定交往中的对象 他也不太爱唱歌 他日前难得公开与男友的甜蜜合照 透露没有刻意隐藏恋情 只是希望低调 所以平时很少发合照 不过一直都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 大小事都能讨论并且互相尊重 照顾跟努力 两个脾气好的人相处起来 倒也没有吵吵闹闹或打打杀杀 就这样平凡又快乐地度过了好几个日子 女儿身为新二代 虽然成绩不错 但难免会被人用放大镜看 高中时曾被同学酸言酸欲 还造谣 称其唱得五音不全 会得冠军都是因为爸妈认识评审 谢怡君听闻后 无奈地笑说当时根本不认识评审是谁 但人鼓励女儿自己没有做坏事 就坦荡荡地去面对 女儿也用积极心态看待 直说有歌手父母不羞耻 反而是很骄傲 此外 她们的女儿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秀出翻唱影片 目前拥有近万粉丝 提到交友 谢怡君表示不反对女儿交男友 但她会经常向女儿撒娇 请求女儿别去找结婚 先多陪自己几年 还说对女婿没有设定条件 家世背景不重要 但婚后一定要让女儿还能做自己 这也是她唯一的要求 而说到老公陈隋毅 在达到现今的成就之前 也还发生过许多不如意的故事 刚退伍时的她 没有钱却傻傻当了歌唱老师的保证人 殊不知老师后来竟然跑路 独留她之身背起三十万元的债务 面对种种压力 她根本不敢跟当时的老婆谢怡君说 而且当时爸爸因为肝病 仅剩一年可活 为了让她在有生之年 看到儿子陈家立业 于是便问了谢怡君愿不愿意结婚 对方也爽快地答应了 并辞去幼稚园的工作 起初日子过得很苦 她还偷偷跟妈妈借了六十万元买车 但本身厨师的工作并不是很稳定 常常有一餐没一餐 在小孩吵着要吃牛排时 夫妻俩也只敢点一克牛排 为了省油钱 怀孕八个月的谢怡君甚至指骑车出门 有次还因为雨天路滑而摔车 索性宝宝没有危险 然而彼时的陈隋毅竟然想靠赌博翻身 却在一夜之间输掉二十万 不想让家人一起吃苦的她 还决定向老婆提出离婚 然而得知实情的老婆不但没有责备她 反而温柔表示可以一起穿 只要全家人还在一起就好 2005年的时候 经朋友介绍陈隋毅到一间公司担任团善主厨 料理六百人份的员工餐 但因为没有生意经验 没有人愿意在她买菜时统一夜节 索性遇到公司老董的赏识 对方得知消息后 隔天便拿报纸包了五十万现金给她 表示这笔钱给她当作创业基金 而她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 则是她的老婆谢怡君 当年谢怡君曾帮她报名歌唱比赛 也是因此才让她成为好剧唱片的歌手 此外 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 谢怡君还透露过更多不为人知的辛苦 提起当年经营服饰店的经历 她不禁摇头苦笑 坦诚开店初期 因为自己没做好功课 商品根本卖不出去 导致开店不过短短十个月就惨赔八十万元 不过最后她并没有找老公要钱 硬着头皮逃出私房钱带店 身为人夫的陈隋毅 也一直都了解老婆为了家庭的付出 明白当年若没有老婆身兼四职 乘起佳绩 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圆梦 对此 她的心中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而这也是她私下只要一找到机会 便会带着老婆游山玩水 更经常在直播中大秀恩爱的原因 好在如今经过夫妻俩的共同奋斗 不但服侍品牌经营的有声有色 还拥有鹿港最大的中央厨房 一年云月额就高达六千万 当年两人迈入婚姻的时候 谢怡君只有二十一岁 她透露刚嫁给陈隋一时跟婆婆不熟 自从公共过世后 她发现婆婆常躲在房间哭 便试着陪婆婆聊天 这才慢慢变成好朋友 还回忆起自己当初参加超偶比赛时 婆婆每次录影都由中部北上到场给她加油 一次都没缺席过 当时婆婆虽已六十五岁 思想却很心潮 每次演出前她都会担心太性感 而婆婆却说趁年轻就应该穿性感些 不然到老了就没机会了 甚至会觉得她造型太老气 还会帮她买假发换造型 不仅如此 两人私下也还常常斗嘴 处处都透露着婆媳情深 谢怡君说 我跟我的婆婆从来没有婆媳问题 感谢她时常帮忙我们照顾小孩 对婆婆有着满满的感谢 此外 她还提到夫妻相处之事 笑说平日对话不超过五句 并说即使在家也要用软体沟通 由于两人相处方式超特别 连家里两个小孩都很不习惯 更会制造话题 希望爸妈多开口聊聊天 她也分享 自己和老公一直都是分房睡 因为陈随意喜欢在睡前开灯看直播 嘴里还念念有词 让她无法安睡 更透露陈随意睡觉会打呼 近几年还会呼吸中置 但是由此她也自认有护士的使命 每次醒来都要先确认老公有没有呼吸 被问到如何维系感情 她表示就是撑着 为了小孩子必须负责任地继续走下去 但也爆料陈随意婚后早就变了样 初期陈随意对谢怡君很好 每天都陪她逛夜市 跑到她的家里煮饭 并借此博取了岳母的同情 但等到陈随意创业当了厨师之后 两人的生活时间变得完全错开 尤其是在孩子出生后 她在家里照顾小孩 跟陈随意的相处时间自然没像婚前那么多 现在夫妻俩结婚超过20年 为了兼顾工作及家庭 哪怕陈随意不像以前一样体贴 但谢怡君也只能努力去适应 不料一家幸福美满的时候 却传出有小三介入的大料 陈随意在接受访问时曾自爆 原本以为孩子长大可以享受两人世界 结果老婆养了爱犬猪猪后 生活中又多了狗女儿的介入 笑说 有次老婆去韩国旅游 还威胁她要好好照顾爱犬 更扬言有三长两短就要跳楼 让她立刻傻眼 除了爱犬仪式 她自己也曾闹出乌龙事件 有次她受邀去摩天与人讨论事情 结果因为聊得开心彻夜未归 隔天早上返家大睡后 醒来经见摩铁名片 被大啦啦的放在桌上 老婆谢怡君则神隐失踪 让她当下心怡君 发了一堆讯息都是已读不回 最后只好搬出一对儿女当救兵 她还苦笑说 之前真的没去过摩铁 只有这一次就被扎包 而且那张名片是摩铁老板 特地到房间给她的 最后还拜托邀约的工作人员出面坐镇 才平息一场家庭风波 被问到被老婆翻皮夹一试时 她表示老婆每天都会为她的皮夹 补足金钱 还回忆起以前当厨师时 环境很清苦 老婆每天在皮夹中放一百元 让她们有加油费 后来生活有了转机 她的皮夹金额也由一百元 调身到五千元 而那天就是老婆在贴家金钱时 才发现了皮夹里的名片 谢一军聊起对女儿的骄傲 提到女儿被邀请示镜后 却被指责太胖 她不会言想当心吗 得知状况只问你想减肥吗 陈兴瑜表明不要 谢一军给予支持 我们家小孩满懂自己的定位 她想自己去闯 谢一军还曾表示 女儿的志愿应该是想要当老师 她歌后不错 如果喜欢唱歌我也不反对 此外 谢一军透露 儿子也刚考上台北学校 本来他们家人都住张画 近来她忙着雨晨随意北上看房子 有意在台北置产 谢一军曾笑说自己八字中 生平不太会遇到灵异事件 我一直以来都不会怕好兄弟 觉得只要人存善念就好 但真遇到的话会投音响吐 但还是有发生过几次让她后怕不已的灵异怪事 她回忆有次从开车到清泉缸找朋友 短短40分钟车程 却绕了一个小时人在原地打转 我去过朋友家两次 应该不会迷路 经过那条路都会起鸡皮疙瘩 另外有次也是晚上10点多开到12点都到部朋友家 最后用手机视讯靠朋友带路才解围 事后她请教开公庙的朋友妈妈 对方表示那一段路蛮多意外 但是她们没有恶意 以后开车尽量避开那段路就没事 喜欢布偶娃娃的谢怡君 最高纪录曾收集超过200只 她有次演出结束后 因为整天忙到没吃东西 将车子停好后 正想穿过巷子到马路对面用餐 走着走着 却被一台里面塞满布偶娃娃的旧车吸引目光 车子很旧 娃娃也很旧 往里看时隐约觉得里面有东西在动 后来往前走准备过马路时 一台闯红灯的机车向她冲过来 这时后面有人很用力地拉我包包 才没被撞到 但转头看没人 当下有吓到起鸡皮疙瘩 她说前一晚过世已久的爸爸难得入梦 爸爸跟我说要我好好照顾妈妈 爸爸在56岁那年就离开了 走了十多年都没有梦到过她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那天应该是爸爸救了我 都说人只要熬过一场风雨 就会迎来绚丽的彩虹 陈随意夫妇俩 便亲身证明了这一点 也希望他们在忙碌事业的同时 多多注意身体健康 永远幸福下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